店家正在用力的擀着面条 每碗面只放入两条 这是地表最宽的皮带面 每条大约150公分 为了确保面条的口感与新鲜度 老板都会在下锅前才擀面条 煮熟的皮带面 夹入精心熬煮的牛肉汤 端上桌让人口水直流 再搭配爽口的小菜 这一餐吃下度真的好满足 有些客人一周就来两次 说一下我上前天我来吃 就吃到他皮带面 是这样的 我说很好吃 其实来讲的话 讲道地应该是 以现在在南部来说 它应该是蛮道地的 还算不错 所以你可以等到 它们11点半或12点 这边可能都是人 作无虚席 口味也不错 比如我在大陆西安 吃的味道比较好 大陆西安的比较油 它这个比较清淡 它是地表最宽的面 它的长度大概有 每一条大概有一米五 宽的话大概有三个手指头的宽度 所以说它这个叫线杆 它的制作过程就是比较繁复一点 从打面 打面完了以后要揉面 要醒面 最后要擀面 再下锅 皮带面又称作 扁扁面 这是道地的陕西料理 老板在地经营多年 对食材的挑选基础里都相当讲究 每天都亲自到左营的哈罗市场挑选食材 才能让客人吃的美味又安心 不只有面条店里的所有小菜都是手工制作 琳琳满目的品项陈列在眼前 让人每个品项都想来一盘 老板的坚持与用心 让顾客们吃得很开心 这个历史有记载的是从慈禧太后 因为八国联军的时候 慈禧太后逃难到西安 所以当地的农民就做这个 他们土话叫较较面 也就是我们后来叫皮带面 这个面呢就是说 慈禧太后觉得蛮不错的 蛮惊奇的 所以历史开始有记载 之前的数百年呢 就没有记载了 还不到用餐时间 店里内用的人就非常多 因着老板的用心与坚持 呈现出一道道的美味料理给顾客 让这家店成为左营旧层的特色美食 记者为国庆陈英军高雄报道